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我是甘勉强还行的小白 上期说到炮姐发现克隆真相 全运出手拔除实验室 因为一场克隆计划 炮姐夜不归宿 开始清理参与的研究设施 研究所第一时间就接到了通知 被毁掉的研究所分布在学院都市各处 当他们意识到有人从外部开始袭击时 立刻就切断了对外界的通讯 炮姐只能凭借此前的资料开始行动调查 长时间的战斗使她疲惫不已 黑子在宿舍帮忙打掩护时非常担忧 他并不知道炮姐去做什么了 只知道他在办一件不能告诉别人的事情 甚至忙得连点心都没控时 担忧的情绪一度扩散 顾法他们都看出黑子的紧张 想缺他放松一些 其实黑子是想成为炮姐的助理 没有拍上用场的他感觉异常颓废 听顾法说最近不少研究所遭到袭击爆炸的事件 黑子打起精神决定加强巡逻 却在路边找到了一群找幸运卡片的小孩 原来是之前信用卡的传闻也扔出来的都市传说 凑齐数字的人能够实现愿望 黑子无奈地将小孩们打发回家后 他也返回了宿舍 这两天早出晚归的炮姐已经累得睡着了 黑子替他盖好被子 第二天起来 炮姐又一次消失 黑子失落不已 出门巡逻时 又遇到了那个找卡病的小孩 在大马路上乱逛 险些出车祸 黑子将他救下后教训了一顿 得知对方是为了送离开的好友祝福礼物 正好也在附近的昨天和初春 送人是不可能的 好在靠谱的故法来了 他带着几人去找幸运四叶草 途中初春和左天宽慰黑子 只要有事就说 他们一定会帮忙的 黑子感动不已 他低头发现了四叶草 刚准备交给小孩 却发现他也找到了幸运四叶草 于是这枚四叶草被黑子带了回去 他一回宿舍看炮姐又要离开 黑子鼓起勇气打招呼 见言万语到嘴边了 也只有一句注意安全 炮姐明白黑子的想法 对他的帮助和心意表达了感谢 随后继续开始清扫设施 研究所查不到监控设项 但他们也猜到了破坏者是炮姐 在仅剩下两座设施的时候 这群人请了外部助力 暗部组织道具 那是一支暗杀队伍 经常在私下接活 不问雇主 不问来源 给钱就行 领头的中发女人叫麦也成立 这次接到研究所的任务 只知道对方是电器系能力者 具体等级身份和外贸一概不知 研究所虽然知道炮姐身份 但严令禁止道具组合偷袭对方 现在研究所只剩下两座 他们也不确定炮姐会选择哪一家 金发少女弗兰达主动提出分散助手 击杀敌人 她能分一半的报手 而弗兰达善用的手段则是利用爆炸物 好巧不巧 弗兰达选中的就是她所在的研究所 弗兰达早在研究所内安置好了炸弹和陷阱 弗兰达一进门就遭到了袭击 见弗兰达扫开水泥 弗兰达立刻点人引线 藏在布偶内的炸弹被引爆 上次幻想预手的炸弹也塞玩偶 再这么下去 玩偶PTSD都要出来了 这炸弹威力可不小 炮姐只好抄起地上的水泥板 作为护盾行动 弗兰达在水泥板内藏了布偶 炮姐甩手将水泥板抛至身后 对方明显知道她是电气系能力者了 身旁埋伏好的炸弹炸开 炮姐利用电流脱身撞倒在墙面 放眼望去四周全是营火线 炮姐立刻顺着线移找了过去 果然找到弗兰达的身影 对方故意露出尾巴引她上钩 当炮姐随着她的脚步冲上钢桥时 弗兰达露出得逞的笑容 点燃的引线瞬间切割了整个钢桥 在弗兰达眼里 这个高度摔下去 炮姐必死无疑 然而炮姐轻描淡写地将断裂的铁桥 利用电流串联 横空架起了一座供她行走的桥梁 要想用高度摔死玉板 除非整个设施倒塌不含铁了才可能 弗兰达目瞪口呆 开了挂吧这是 她掉头就冲进了死路 另一边 接到弗兰达授学消息 逃过一劫的研究所 立刻搬运资料准备撤离 部署抵近突然造反 研究人员首次转移数据 叫来曾经的研究员部署帮忙 却不知自己是引狼入室 等到研究人员带着项目复制人来找部署时 接待室已经空空入夜 部署吊着手电筒 通过警道悄悄潜入了下方 转移过程中 尚在学习的妹妹们 一定会在最后才搞了运载 部署能做到的事情 也只有现在才能完成了 研究所内 炮戒只问布兰达是否知道真相 可布兰达只拿钱办事 才不管任务目标是好是坏 说着他引爆强体 早就藏好的炸弹波偶落下 四周的影线被弗兰达点燃 不过炮戒瞬间用电流切割了地板 弗兰达计划落空 面对炮戒的拳头 他三眼无味 扔出了震撼弹瞬间爆炸 炮戒尸听暂时受损 弗兰达后退一步朝炮戒丢出炸弹 得逞了吗 并没有 你炮戒还是你炮戒 靠着电流能力通过建筑内的钢筋 模拟出整个房子的透视 弗兰达吃了没超能力的亏 开始装风卖上 正经扔出白色炸弹 被炮戒弹开后 弗兰达称那是新研究出来的气体炸弹 一旦遇见明火 就会引发巨大爆炸 而他自己却完全不在意死活 闷头冲向炮戒开始近身肉搏 事实上 弗兰达除了第一下认出的是真炸弹外 剩下的都是偷偷打开管道泄露出来的普通气体 他才不会真的和别人同归于尽 见炮戒上了当 便利用镜上攻击他 并扬言自己最喜欢掌握他人生命 好像那些人的出身 是注定要被自己杀死一样 这简直是在炮戒雷区跳恰恰 让他想起了根本反抗的玉板妹妹们 一怒之下 炮戒挡住了弗兰达的攻击 顺势勒住了他的脖子 虽被弗兰达背摔躲开 但弗兰达的火影落地 点燃了引线却没有引发爆炸 炮戒意识到自己被骗 立刻就是一发落雷掉落 威胁弗兰达交出情报 但小夫的舌头被垫麻了开不了口 他倒是想出卖队友保平安 玉板还以为他骨肉硬 稍稍赞赏了一番骨气 这时一道绿色的攻击突然穿透墙面 炮戒扭伸躲开 道具的队长迈也成立走了进来 布树在接到研究院邀请的时候 想起了炮戒说的话 自己种下的鹰自己去解决 于是他才下定决心 带着数据来到了研究所 被麦也救下的弗兰达欣喜若狂 麦也训了他一顿 炮戒见识不妙 扔出水泥柱 被麦也的原子崩坏扭曲拆解 他丢出了一盒药物给身后的队友 电流能被扭曲 莫非他也是5G的超能力者 炮戒有些吃惊 炮戒躲避麦也攻击的时候 瞬间被克雷耀的短发女龙虎锁定 炮戒总有种不妙的感觉 他放弃了正面迎敌 决定优先破坏研究机构 但龙虎是4G的大能力者 可以通过AM扩散立场 锁定敌人的位置 哪怕炮戒往周边移动 麦也也能通过龙虎定位 对敌人进行攻击 炮戒反应迅速 意识到对面能定位自己 接连躲过了好几次突击攻击 在弗兰达看来 这是麦也和龙虎最恐怖的杀招 只要龙虎的能力能够持续使用 被他盯上的人 就算逃到地球另一边 也会被精准定位 遗憾的是 这个能力只有龙虎暴走的时候才能使用 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嗑药的原因 麦也和龙虎这对5G和4G的组合 就是倒具了杀手锦 截至目前 还没有一个敌人能在他们手下逃脱 另一边 部署顺利潜入了研究室 研究人员已经通知了留守的杀手小队 此时的部署只有一个念头 将感情系统输入日本妹妹的学习装置 这样通过玉板网络共享 妹妹们就能恐惧死亡 不再将死亡当作理所当然的任务 研究人员或许会产生怜悯 而在实验过程中 倘若玉板妹妹求饶 或许拿个凶残的异方通行 就会停止杀戮的行为 就像他当初将玉板被施动人类那样 想法却是不错 且者最后之作的异方表示很赞 可惜系统还在预装途中 部署就被留守的组合成员 捐旗逮捕了 但部署没有放弃 单手在身下操控起键盘 等到控制他的娟旗发现时 已经来不及了 感情程序加载进的系统 却并没有通过玉板网络传播 而是被代号20001的司令塔拦截了下来 部署间压制自己的人身上有枪 趁其不备 勾搏屈膝一套连招 夺走了对方的枪械 他让娟旗退出实验室 可对方不躲不闪 部署只好朝他手臂开枪 但娟旗的能力是弹气装甲 子弹根本打不穿装甲 于是部署被机晕后抓捕 躺在下方的玉板妹妹也没能获救 至于炮截那边 弗兰达稍微恢复一些后 立刻就扔出了火影点燃了炸弹 同时龙虎锁定强护防炮截的位置 弹射出来的原子光束将炮截逼到绝境 他在半空中无法躲避 只能利用电流将光束弹开 麦也震惊的同时也采出了炮截的身份 排名在他之上的学院都市第三的 超电磁炮 龙虎因为能力透支倒下 弗兰达全身麻痹无法参战 妹也将两人打发走后 均定动手杀死玉板美琴 他就能从第四位跃升到第三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还是爆肝中的小白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